德雷斯凯利 比奥黛利赫本更优雅 比玛丽莱梦露更高贵 德雷斯凯利 仅凭乡下姑娘的出色表演 荣获第二十七届 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 力压奥黛利赫本上网 可见家人的实力 简直就是 其美貌与演技的结合体 令人惊艳 德雷斯凯利还是一位 时尚界大咖级别的女神 至今仍在全球时尚界 引领着风潮 以她名字命名的爱马士凯利邦 还有她的婚纱 让米兰 达可而心动神窑的经典设计 格雷斯凯利二十六岁的时候 偶遇了摩纳哥新王兰尼埃三世 她的美貌并不是成为兰尼埃三世 娶她为妻的理由 当时她的王国面临危机 以及自己已过而历史年 通过西巴团王的建议 求取格雷斯 这位绝代家人也同意求婚 下嫁摩纳哥从娘家带来了二百万的嫁妆 1956年4月18日 格雷斯凯利和兰尼埃三世 在摩纳哥皇宫举行婚礼 成为摩纳哥王妃 宣告结束她的演艺生涯 格雷斯凯利穿着婚纱的瞬间惊艳了全场 她的婚纱至今仍是经典 摩纳哥王妃闻名于世的理由很多 倾国之姿 绝美容颜 奥尼斯卡影后 王子公主的婚姻 悲剧的命运 但家人的优雅以及时尚 令人怀念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